说起港星蔡奇俊 大家可能有点陌生 她主演过四叶草之赤沙印记 同事三分清等港剧 但作品并不火 她虽然参演过法政先锋 冲上云霄和攻心记等热播剧 但都是小配角 演绎事业发展不顺的她 2014年离开TVB 开始北上创业 日前 即将步入不获之年的蔡奇俊 又在广东佛山的老城区 开了一家接地气的小店 主要是卖鸡爪 店铺在一条老旧的美食街 街边都是简陋的小店 蔡奇俊透露 自己打算花4000块月薪 请一个人来看店 很多当地的网友得知 蔡奇俊在那边开店后 并不看好 一方面 4000块月薪又没五险一惊 很难请到人了 另一方面 这样一家小店 又在消费能力比较差的街 本身盈利就有限 还花那么多钱请员工 会增加很多成本 开业几天后 蔡奇俊大方透露了 店铺的经营情况 并没有网友预想的那么糟糕 第一天 营业额是523 第二天是750多 仍处在亏钱水平 确实很难请到人 有三个人来施工之后 都决定不继续做了 按理说 每天有六七百的收入 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还亏钱呢 蔡奇俊透露 这铺位每个月租金是2800 压二负一 装修花了1万左右 买各种设备花了7000块 所以还没开业就花了2.5万了 再扣掉一名员工的工资和食材等成本 那真的会亏钱 当然 蔡奇俊的生意经其实没那么简单 她还搞直播带货 开店也为创作短视频提供了很多素材 助她实现从演员到大网红的转型 这一领域带来的效益是很难估量的 肯定比开店多很多 蔡奇俊为什么不像其他明星一样 开高端一点的店呢 其实过去八个月 她更接地气 推着一辆小餐车辗转广州 佛山等热门商圈摆摊 如今才安定下来 她透露自己也曾租过每月三万的铺位 但最终觉得 还是搞一些成本小一点的稳妥 又是摆摊 又是开街边小店 蔡奇俊看起来有些落魄 但其实这只是表象 北上发展九年来 她先后开过十一家米线店 一家火锅店 两家汽车美容店 两间酒吧 一家美容院 创业经验真的很丰富 虽然这些店都先后关门大吉了 但她从中也赚了不少钱 蔡奇俊还跟朋友合资在佛山 开了一家咖啡店 很多网友觉得 她开鸡爪店后可能会关了咖啡店 但如今咖啡店依然开得好好的 今年四月份 蔡奇俊在佛山买入一套新房 亲自把关装修 而之前她接受采访就透露 2020年已经在佛山买了一套房 这样算下来就有两套了 佛山好地段的房子并不便宜 所以蔡奇俊的财力不容小觑 蔡奇俊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清楚自己的定位 所以果断离开了TVB 到佛山做生意 她开了一家又一家小店 脚踏实地 失败了就继续尝试 越挫越勇 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当然 这样的人生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毕竟没那么厚的家底 经得起折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